最近的帝都真是很不和谐 没钱的地端人口就一把火烧了赶出去 有钱的高端人口就给他们孩子打针胃安眠药 国家是越来越牛逼了 人民却越来越怂逼了 谁能想到呢 首善之地 国际化上市中市 市值7.8亿美元 月均5500的费用的幼儿园 也存在广泛的约同行为 跟之前的邪城亲子园相比 简直不是一个量级的 当你是低端人口 你以为至少还有巨幅员公寓 融得下你的金城梦 直到一场大火 死的死去 活着的去离 当你是金城中产 你的孩子上了一年六七万的幼儿园 你以为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社约静好 直到有一天发现了孩子的睁眼 你以为至少还有网络 直到铺天盖地删帖 无处长生 也无处逃顿 你谁也不是 对政治冷感 只愿看到正能量 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 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限制 其实中产又怎样 杭州纵火案男主上亿身家 现在谁还能看到到下文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有钱人拼了命也要移民了 要想有保障 有尊严地活着 钱也未必有用 在权力面前 你再有钱也只是个刁民 你以为你是个VIP 其实只是个屁 北电侯亮屏曝光大学信心 整个微博被删得一干二净 二廖虾怎么样了 没人知道 一件事情就这样不清不楚的不见了 绿城的消防安全问题 政府也没有问责 都是物业的问题 然而物业也没有被处罚 千百万的豪宅也不过复制一句 最后所有的锅不过保姆一个人背 上海携成虐童千年了妇联 结果也被删得一干二净 然后全微博都在骂幼师残忍 妇联呢 不好意思 这事和妇联没关系 想来最多自法三倍 那北京三种颜色呢 老套路 删干净先 后来压不住了 瞒不住了 只得转于话题 随军带着节奏 官方在发发如何保护孩子 如何发现孩子被虐待 被性侵 我不是说这些我们不该学习 然而我们现在最该做的 不应该是惩治罪犯吗 你以为走出了小村庄 就不会被拐卖 逃离了二三线 就不会被欺压 年薪百万 皇城脚下就能过得安稳 舒适 如尊严 一个月几百块的幼儿园 农民工的孩子被体罚 你觉得是经济问题 钱没给够 一个月一两千的亲子幼儿园 程序员的孩子吃芥末 你觉得是质的问题 幼教门槛有缺陷 一个月五六千的幼儿园 社会精英的孩子被活塞运动 你终于发现 这不是个别禽兽老师的问题了 虐童事件成出不穷 绝不是什么个别禽兽老师的问题 绝不是 就以这次红黄蓝 教育旗下的幼儿园为例 近两年也至少已经被曝光出 两起虐童事件 发生在15年年底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 红黄蓝幼儿园 岳同事件 以及今年4月份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大鸿门分院 岳同事件 其中15年12月 吉林四平红黄蓝幼儿园 被报有近30名幼儿 遭挣扎 该案已于2016年10月 12月分两次宣判 该幼儿园 红一班两名教师 和红三班两名教师 分别因虐待被监护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10个月和两年6个月 仅在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 也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 而这些事件 也不过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 只要再稍微回顾一下 十几年前的数据 就能发现 现在全国各地虐童事件中 暴露出来的各种虐童技巧 其实长期的存在于中国的幼儿看护行业中 显然 这些技巧流传至今 还加入了诸多胃安眠药 胃芥末 注射不明药物 等与时俱进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看 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 以普遍性与强扭性来讲 是一个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而凸显出来的巨大问题的其中一环 这与当年全国各地的校车事件 一模一样 是需要顶层制度的响应 方可更大程度地解决的 遗憾的是 邪称亲子园虐童案 因为个案已经结束 红黄蓝幼儿园一案 已经接近软埋中 公众并未看到 当年校车事件之后的制度层面的响应 那么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 必然会继续下去 所谓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幼教行业的普遍虐童行为 2003年6月21日傍晚 成都市清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的居民 发现了李思怡 三岁的他 已在多日的饥渴中 变成了一句小小的事情 因为民警的玩忽职守 他的母亲被逮捕戒毒后 没有人去关照这个被锁在家中的小女孩 十年后 同一月的同一天 仿佛是怨灵的诅咒 南京江陵 这个大地上惨绝人伦的一幕 竟然重演 这一次死去的是两个孩子 仿佛人的心被撕裂还不够彻底 两个小小的孩子 在紧闭的家中被发现 已坏为干尸 一个一岁 一个四岁 如果有地狱 这已然是地狱了吧 如果这个世界的苦难有尽头 这已然是尽头了吧 李四仪的小手在门上剥夺的声音 永远刻露在我的心中 每逢读到孩子遭难的新闻 他的名字必定被唤起 而我永远没有想到的是 悲剧会以更惨烈的形式上演 他不是第一个 他们也将不是最后一个 曾经有人说 要为死去的李四仪立一块碑 而实际上 为这些死亡的孩子立碑 那么最终 我们会看到一座枯墙 长城那么长 每天不断更新的新闻 将持续刷新着我们对于 惨剧恐怖的认知底线 我见过很多家庭 苦苦期盼领养一个孩子 因为领养门槛齐高 贩卖儿童 成了一个可怕的巨大市场 我也见过世界各地 渴望领养孩子的家庭 排队排五五年 哪怕领养到一个残疾孩子 也欣喜若狂 爱若珍宝 而同时又见到那么多孩子 蝼蚁一样死去 一个政府 为了推卸自己对未成年人 应尽的保护之责 减少财政支出 深深将未成年人保护法 删减六百多条细则 最后让这部法律 演变为一本草纸 唯一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机构 魏保伟 是一个挂靠于共情团名下的民间组织 唯一声称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的组织 富联 会配合寄生委去抓捕孕妇 说服银产 在一个糟透了的制度里 每个人都是悲剧的道具 在一个遍地野火黯然的荒原上 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明天焚身一火 悲剧里没有人能够笑着离开 我亦知道 我的呼吁细弱文明 像西西夫斯一样黑洞巨石 周而复始 也许注定没有任何改变 但我必须要用 英国儿童福利保障法出台的历史 鼓励所有人 1889年 英国出台了预防虐待儿童和保护儿童法 这部法律的出台 被称为儿童保护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 它的出台 与当时的英国议员洛克有极大关系 洛克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最初他致力于推动动物福利的保障 并为此在议员中痛打他的反对者 并呵斥 你是人类 可以喊叫疼痛 而动物不能 他促成出台的世界上第一部动物福利保障法 随后 一起严重的虐童事件进入他的誓言 一个养女被残酷的养母虐待 法律和警察却束手无策 洛克在法庭开庭时 以一袭斗篷裹住那个遍体鳞伤的孩子 走进法庭 将孩子承放于法官面前 我请求援引动物保护条例 对这个动物进行保护 这个巧妙的比喻将流血的真相和盘拖出 舆论哗然 之后 儿童福利保障成为严肃的议题 请注意 这是128年前的事 20世纪被称为儿童的世纪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力公约 确立了儿童是享有和成人一样的权力的主体的权力理念 中国是儿童权力公约的缔约国 然而中国的孩子还活在1889年之前 还要流多少孩子的血 中国人才有一部儿童权力保障法 还要流多少孩子的血 中国才能有一个虐待儿童罪 人皆有恻隐之心 人皆有子 十年一觉思一梦 百年不尽儿童泪 中国孩子能躺在一个安全的天空下 做着没有伤害 饥饿和虐待的中国梦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